在1970年,有一個電視節目啟播 改變了無數人對信仰的看法 權能時間 這是耶和華所定的日子 我們要高興、歡喜 特別播放蕭律帕博士的事工 教導新一代,透過神的愛 你的傷痕,能夠轉化成聖光 這個意念就開始了當時 最受歡迎的例子電視節目 今天,權能時間繼續使命 以新的聲音啟迭新一代 當你想靠神,沒什麼能夠阻撓你 蕭律帕博士要鼓勵你 他的信息能夠讓你人生有新的視野 無論你的境況是怎樣 面對什麼障礙 這一小時是你的權能時間 各位朋友,早晨 歡迎收看權能時間 和多謝你對我們的支持 我們的節目是商語廣播 如果你的電視機有禮音設備 你就可以選擇收看權能時間 以英文原聲或廣東話配音 各位權能時間觀眾,早晨 今年是我們香港權能時間播出20周年的大日子 而也是美國權能時間播出50周年的更重要的日子 所以在今年我們香港的特輯 我們選擇了叫做平安臨香港 每一個人都很需要平安 特別我們基督徒更加需要和主而來的平安 因為我們很相信 以靠神的人必得幫助 平安必臨到我們 所以我們選擇了叫做平安臨香港這個主題 會有很多不同背景的基督徒和我們分享 有主教、有牧師、有學者、有工商界的朋友 或者不同職場的朋友 在他們身上你都看到一件事 主的平安在他們心中 主的平安在他們生命當中 但願權能時間這個節目 都能夠陪著你一路的成長 一路的生活 讓權能時間帶來信忘愛的信息 能夠臨到我們每一個觀眾 願主的平安陪著你走 祝福你 香港權能時間20周年紀念 2020香港特輯 平安臨香港 我們的分享嘉賓有 城市祈禱中心總監石建華牧師 和記行集團執行主席 及行政總裁李文輝博士 波道書院校董會主席麥文本先生 中國基督教波道會得聖堂堂主任 莫樹堅牧師 香港聖經工會義務顧問麥金華博士 葡萄藤藤教會創會牧師 施力高牧師 飲食業風音團計總幹事 林文樂牧師 波道神學院院長 郭文慈牧師 香港中文大學 穆慶遙醫學講座教授 沈祖堯教授 香港聖經工會抗保羅大主教 香港聖經工會抗保羅大主教 在2003年香港沙士疫情期間 人稱沙士英雄的沈教授 要面對人生很多的困難和挑戰 但他憑著向神討告的力量 神跡歧視發生了 他鼓勵我們 人生裏的各樣疫境 其實是神變相的祝福 只要以堅定的信心信靠神 我們就能得著神的平安 敬請留意沈祖堯教授的分享 稍後在節目中 收看他的見證 在疫境中 他如何活出對神的信心 在聖經約翰福音第14章第12節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 我所做的事 信我的人也要做 並且要做比者更大的事 今天 蕭埃帕牧師的信息是 活出正面的人生 每一個人都要面對生命中的困難和挑戰 但是蕭埃帕牧師鼓勵我們 如果我們和主耶穌一起同工 凡事都能 在聖經馬太福音第19章第26節 在人者是不能的 在神凡事都能 達至成功和目標的路都是窄路 所以我們需要將信心建立在神裡 靠著神的力量 我們可以以積極的態度 面對掙扎和苦難 當我們克服了這些困境 我們的信心就會變得更加堅固 就能為神做美好的事 就讓我們學習 活出正面的人生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 我所做的事 信我的人也要做 並且要做彼者更大的事 在人者是不能的 在神凡事都能 ений 文化 Kid 文化 福音 文化 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走走迷 祝福我们的灵魂 祝福我们的灵魂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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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 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早上 你好 教会的家人 和你们一起呢 真是非常好 很感谢你们来到 多谢你收看《权能时间》 希望你离开的时候 好似爱陌生的说 让梦想引领你 而不是让麻烦吹逼你 我们各人都有困难 如果被困难 你耽耗尽我们的心思就不好了 愿我们被神放在我们心里的梦想引领住 对 我们很高兴你来到 无论你在经历什么 教会最好的地方就是大家在这里相聚 给予此鼓励 所以我们就这样做 和从主得着美好的话语 天父我们爱你 感谢你爱我们 你遥恕我们所犯的罪 更新和复原我们 每一日更新和改变我们 在我们的生命和家庭里面 最美好的事 你想祝福我们 你帮助我们 你称我们为蒙爱的儿女 我们感谢你 我们记住你的应许 虽然我们经历挑战 神在美善的详言来说 你会持下美好的事 我们信靠你 主 我们想你知道 我们爱你 奉耶稣性命祷告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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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请坐 预备听魏柏的讲道之前 请先听上主在约翰福音十四章的话语 你们要信我 我在父里面 父在我里面 即使不信 也要因我所做的工作信我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我所做的工作 信我的人也要做 并且要做得比这些更大 因为我到父那里去 你们奉我的名 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全 为了使父 因儿子得荣耀 马太福音十九章 耶稣看着他们说 灾人 这事不能 灾神 凡事 都能 阿门 在圣经约翰福音 第十四章 第二十七节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 我把我的平安赐给你们 我所赐给你们的 不仗世人所赐的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也不要胆怯 各位权量时间观众 早晨 大家好 而就轮到我们权量时间 香港特辑的时间 我们今天是二十周年 所以访问了很多位特别的嘉宾 而今天要给我们接受访问的嘉宾 是非常特别的 因为我相信香港的市民 几乎每个人都认识他 他就是有沙士英雄之称的沈祖堯医生 前中文大学的校长 Joseph 你好 Joseph 你好 我们很开心访问Joseph Joseph 和我们观众说几句话 大家好 我是沈祖堯 我一百年开始 没有再做校长 就回到沙田威尔斯亲王医院做医生 今天也很开心和大家聊天 我想大家都认识Joseph Joseph 我想今天难得理你我们的节目 想跟你分享一下你的人生的经历 因为你有很丰富的经历 我们很相信能够让我们香港的市民 甚至权能时间 其他地方的观众都能够得到帮助 香港人的个认识就是似于SARS 因为当时香港面对最大的挑战 可以说全香港都不知道如何处理 但是你当时在医院里面 带领你整个医疗团队 如何抗疫 在封眼的里面 所以你的贡献也让我们深受感动 可否和我们分享一下 当时的困难过程是如何 后来我听你说的见证 你也是透过祈祷 觉得神如何一步步带领香港 2003年的时候 我是威尔斯医院的内科主任 所以我自己不是做传染病 但是整个内科部门都是我管的 所以这件事一发生 我自己要处理 还记得3月10日星期一 我在韩国刚刚开完会回来 就知道8A病房 所有病人都在发烧 还有十几个医护人员也发烧 我们都已经知道有些大的事发生 接着的故事大家也会知道 一路一路越来越多 香港人感染了 特别是在医院里面接受的 医护人员也多 其实当年有差不多3000人感染了 其中里面有25% 即四个里面有一个 是医生或者护士或者医学生 总之是医护人员 所以当时的震撼性也很大 另外就是沙士的杀伤性 杀伤力比今天的COVID-19更高 因为当时的数字 十个里面有一个死亡 很高的死亡率 是的 因为有很多是医护人员 自己的同事 甚至乎是很年轻的医生 二十多三十岁 他们去到深切治疗部 插着管和口 家人在外面等我的消息 就是说他们的亲人的情况 所以当时每天的压力都很大 去到一个地步 我们都试过所有想得到的药物 因为都不知那个Virus是什么东西 于是有一天我跟同事说 我说今天我会在我的办公室里面有一个祈祷 谁是你觉得是一个基督徒 你就来吧 当时我想有基督徒有天主教徒都有 我的办公室就站满了二十多人 大家都不知道如何开口祈祷 因为都不知从哪开始讲气 我第一个就出声 我说上帝求你不要因为我们的无知 因为我们对这个病完全一无所知 就不要因为我们的无知 以至我们丧失了任何一个人的生命 说到这里 所有人都是大家一起在这里哭 哭了几分钟 因为大家都心里面有很多忧虑 有很多屈结 在那一刻就交托给上帝 我可以说那是一个很特别的经历 在我信主几十年里面 我都未曾试过是一个这么绝望的环境 因为外面真的有很多是自己的朋友 同事 医生护士 学生 在死亡的边缘里面挣扎 而我们已经用尽办法 那时常常跟别人说 我每一天的感觉 就像我背着一百只鸡蛋在身上 不想跌了一只到地上 打烂了 压力很大 是的 但是交托了之后 我看见上帝很奇妙地做事 那次其实是非常特别的 香港真的未遇到这么大的挑战 或者我们年轻一点 未经历过这么大的疫症 但是当时你带领你的团队 很奇妙就是刚才你说的见证 就是上帝如何引领住 后来上帝又如何值着你们的工作去医治 或者如何处理这个疫情 其实我们都不知道如何医治 到现在都不知道如何医治 因为都没有一只药 一只抗生素或者抗生素 是可以确定对这个病人有帮助的 去到一个地步 我们是绝望到要用一些 好回了的病人 其实他是自己好回的 我们要抽他的血 拿出血清出来 然后输给一些在发销 一直都退不了销的人 这些方法其实是中世纪的时候 当病人有什么医生 病人有什么药物的时候 人家是这样用的 因为你这种病 但是你又不能死 那一定有些东西 可能是特别一点的 一定是抗体或什么 所以我们有一批感染了的医护人员 他们好回了 他们出院前 就把自己几百绳的血捐出来 我们不是要那些血 是洗掉那些血清 然后把细胞给他 就用那些血清去救人 去到一个这样的地步 我相信 我也不知道 究竟是否那些血清是真的有效 但是上帝的医治 就让我们看到 一个一个人 有很多是好回了 当然也有牺牲的 但是更加奇迹的就是 在这个过程里面 其实很多人告诉我们 知道 他在病房里面 看到很多天使在走来走 真的有些病人是这样跟我说 他说 看见那些不仅是医生或者护士 他说 连那些阿沈 走过来为我饭 都好像一个天使 我自己班有一个同学 他是医生来的 他几十年都不肯信耶稣 他的太太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 他一直都不肯跟他回教会 但是 透到他后来自己感染了 是 他是一个私家医生 他打电话给我 我看了一张影片 我说 确实是 你进来吧 后来他幸好回了 幸好回了之后 他打电话给我 他说 祖瑶 他说 我想信耶稣 你可不可以来跟我祈祷 我才出院 那就是主 很多这样的故事 我觉得在几十年信主的经验里面 那算是我最接近上帝的工作 那段时间 其实香港有很多基督徒 很多牧者为香港疫情祈祷 甚至在中环 在维园 连续几个礼拜 一起为香港疫情祈祷 求神医治 求神保守香港 认罪悔改等等 我们相信神的手是有医治 所谓人的尽头 就是神的开始 当我们做不到任何事的时间 就唯有依靠上帝 我们相信神的医治 一定是托住他的儿女 Joseph透过这个 在SARS期间 你的祈祷 你的见证 令到很多人知道你 是基督徒 但我很想知道 究竟你是怎么信主的 你信主过程 有什么特别的经历 我很小时候就相信 我在中学的时候 我的中学在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对面 那时候 我当年是刚刚中五会考 我不想说哪一年了 很久之前 突然间有一个很大型的报导会 是 是郭培里木斯第一次来香港 那时候是七几年 是七六年 是七六年 他在政府大球场 我也有去 在政府大球场 是 再加上南华会 因为一个球场也不够大 对 两个球场开这个报导会 当时因为我们是毕业班 那些同学 特别是基督徒的同学 就很热心 他就说 不如我们全校一起去报导会 因为就在我们的学校 走十五分钟左右 是 很近的 是 那我就 觉得 讲笑吗 考会考 我现在读书 都不得及 还要我去听这些 但他们很热诚地去邀请 结果我去了第一晚 第一晚之后 我去了七晚都去了 结果由星期一到星期七都去了 是 到了最后一天 我记得在会场那里 葛培里牧师在呼召 其实每一晚他讲的故事 其实我也听过 是 但是 不知道为什么 那一天就很受感动 我还记得他呼召的时候 在会场中间 就有很多灯照着他的台 是 旁边就有很多人一路一路走 是 他们就唱那首歌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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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召你们 呼召 我就 有很大的感动 我就走出去 那时候 是 十七岁左右 走进去 但我相信 这个 只是我那粒种子 刚刚善 拜了在泥土 那里 因为很多 圣经里面所说的 对于我来说 是一种 观念 一种理论 一种人生的哲理 但是 实质上的经验 是去到人生一些很困难的阶段 面对人生一些很大的变迁 或者是一些挑战 很困难的东西 沙士是其中一个 是的 那你就会觉得 原来那些说话 在那一刻 是很真实的 就打在你心里面 我听见你说的那篇道 叫做行到水穷市 你又说过有几个特别的经历 令你特别是 经历到神等等的东西 是的 有没有关系 那是王维一首诗 他说行到水穷处 坐汗云起时 是 是说他自己被 即是做官被人扁扁 扁到沿水路的地方 在山上居住 他在山路上走 走到 可能是见到一个瀑布 水在那里流下来 他没有路走 他坐下 看见前面的云升起 其实就和基督教信 有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你回想一下 人很多时候都是去到 山穷水准 或者是去到最困难的时候 你可能会坐下 去回想你的人生 再想一下 云上的上帝 很多事情发生 都不是默然的出现 然后你就看见 有新的亮光 新的盼望 你有什么特别的经历 令你特别经历 和神之间的关系 或者是你最困难 最挑战的时间 神的华语 如何帮助你 好摸到神的 其实沙士是一个很特别的经历 在沙士之后 其实我都经历了一段很困难的时候 就是当时 有很多调查 我面对很大的压力 知道可能会被批评 甚至可能会有些后果 在这个环境里面 突然间有些圣经 走出来 是很 很贴身 我记起耶稣在被钉前 在赫西玛利园的土工 他说 这个苦杯 求你为我拿开 但不要跟从我的意思 按你的主意 是 当时我都觉得 其实我不觉得我做错了些什么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灾难 我跟上帝说 如果拿得开 就求你拿开 但后面那一句 我觉得是很难说的 如果要来 就顺从你的意思 就让我第一次感觉到 其实耶稣他的钉十字架 那个牺牲 其实都是一个很大的挣扎 但他因为内世人的缘故 他愿意这样去做 我记得那时 其实我有一段很低沉的时间 有一晚我记起十字架上面 耶稣说 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呢 我当时就将这一句圣经 用电邮写了给我一个同学 晚上一点钟 我说 上帝为何你离弃我呢 我好像没有人帮得到我手 那时 我同学就很好地 立刻回复我 不要这么想 He has not forsaken you 他没有放弃你 到最后 我终于是 我心灵里面觉得 如果这个报告是要这样出的话 我都接受了 整件事突然间好像天开了 没有了那句说话 没有了那个批评 没有了那个问责 那我们突然间好像觉得 一个大的风浪停了 但是上帝就在这个时候 告诉我 或者他没有离弃过我们 我们信主的人 有时候都说 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存 就是按他自以被照的人 每一个相信神的人 任何的环境 都要他的生命得祝福得祝咒 所以一切都在神的保守里面 但是人生是有些时候 是你看不到出路的 是 就是你 想不到有什么办法 可以令你自己脱离这个灾难 嗯 但是在那一刻 原来就是上帝最近你 是 另外一些 其实有一些没有沙士 那么大件事的事情 都经常发生 比如我记得做校长的七年多里面 你知道在学校校园里面 也有很多事件发生 是很突然的 特别是做校长不容易做 在香港 学校里面有些很重要的事发生 是你觉得是影响学校声誉 很多事情都突而其来的 是没有什么机会 没有什么时间给你准备 接着记者就会站在你的门口 在你的门口等你 之后你要立刻去应对 是 我觉得在这些 在那七年多里面 其实我 真的每一天都 需要倚靠上帝 我记得我住在校长的宿舍 那里 我看得到整个中文大学的校园 是 很多时候我都会祈祷 然后才上班 今天我也不知道会碰到什么 麻烦你保守我可以经过 所以我觉得灾难或者困难 其实是好像一个祝福 有人说人生好像一幅图画 如果周围都是很漂亮的五眼六色彩色的东西 你看不到那幅图画漂亮的在哪里 但是如果你背景是黑漫漫的 只是看到有一个地方有一朵花 或者有一点烛光 你会看到人生的精彩 是的 同意 所以有时候一些不好的事发心 其实也是一个 英文说 blessing in disguise 一个祝福 正经说 他讲的 还能生忍来忍来 生老年 老年生盼望 盼望叫我们人 不至于羞愧 所以我觉得真的 无论任何环境来到 都是神化妆的祝福 最主要我们对祝祝的心意 以及世经说主是我们的避难所 是我们依靠我们随时的帮助 你都觉得很好 你每一天祝愿好 心里有平安 你才下去分工 你的平安我相信是同神以来的 是 我们今次的题目就是 平安临香港 因为大家都知道 香港现在是面对 都是有史以来最大的疫情 今次的时间性比沙斯宗要长 虽然刚才你提过的 业络率升 死亡率升 可能没有沙斯的杀伤力那么强大 但是感染的人相对多 还有长 面对这些环境的时候 你有没有什么话语鼓励我们 其实由去年香港的一些社会事件 到今年 一直到现在都续命完的 新冠状病毒的肺炎 是 COVID-19 我也觉得 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 其实很多人都很不开心 可能 你学生的又不能上学 做生意的又没有生意做 很多人失业 经济又不明朗等等 很多人都会问 究竟何时才去到谷底 何时才是 开始可以见到光明 光明 我看到圣经里面有一段说话 我起初觉得是一个 令我很安心的祝福 是耶利米书的第29章 那里这样说 他说我知道我向你所怀的意念 是似平安的意念 不是降灾祸的意念 是叫你们末后有指望 这是耶和华说的 我看这句说话 我就觉得很开心很安乐 我是一个似平安的上帝 我不是像灾难的上帝 是 不过我再看前面 我就看到 原来耶和华这样说 巴比伦所定的七十年 满了之后 我就会眷顾你们 我的恩典就会来到 你们就可以回到这个地方 是 那英文呢 他译得更好 他说 I will show up and take care of you as I promise and bring you back home I know what I am doing 我不是乱来的 我每一件事发生 I know what I am doing and I have it all planned out 所有东西都是有计划的 plan to take care of you bring you back home 很 warm 是啊 plan to take care of you not abandon you plan to keep you the future that you hope for 给一个 我的计划是令到你对将来有希望 不是觉得 玩完了 前途没有了 这样 所以这句说话是一个很大的安慰 不过 真是 他说 As soon as Babylon's seventy years are up more and not a day more 为什么要有这样的说话 就是他说 其实上帝是有一个时间 是 在他的plan里面是有一个意思 是 当时的七十年 我不知道等于我们今天可能要等多久 或者有一个什么事件发生 可能我们开始见过 是一个青天 但是 他仍然是说 这些事情不是偶然的发生 I have a plan A plan to give you future that you hope for 七十年其实真的不短 我和你都没有七十岁 到现在 我没有 是的 我也没有 真的不短 但是这个真的是一个盼望才行 不过神呢 刚才你所说的 其实神很有智慧 神是 有他的时间 嗯 圣经说 他的意念非同我们的意念 他的道路是 高过我们的道路 还有一个观点 我在这段圣经里面看到的 就是 上帝看的不单是一个个人的得与失 他的荣与欲 或者他的高与低 他看的是 整个世界 整个历史 嗯 所以他说的是 整个以色列的民族 是 在巴比伦的努力之下 是 所以今天 譬如我们生活在香港 而我们只是在 就是 恒沙嫂这么多的人 那些一点 是 他看的是一个很大的平面 所以 我未必看得明白他的 plan 是 我未必看得明白他的时间 为何要这样 为何要做些这样的事 我们会遇到一个这样的 全球性的瘟疫大灾难 我不明白的 但是 这个就是 信心需要做的事 是 信心就是这个时候 我是要依靠 我仍然相信 这个上帝没有 abandoned 没有离弃到我 是 对 神是 他永远有他的慈爱 是爱护着我们 一切都有他的恩怨 圣经讲得很清楚 他的恩怨是一生之久 他一定会引领着我们 信也是 我们讲的 希伯来书11章讲的 信是所望知识 实体是未见 知识确 只要我们相信神 我们相信神 你会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 Joseph 我想 其实你的动向 香港的市民都很留意 不久前 你全部都报导了 你会去新加坡 在明年去新加坡 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里面 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研究 一个工作 可不可以说回听 你的目标是如何 神给你带领这条路 又是怎样 你有什么感受 其实我也不是很清楚 我 没有一个计划 是要去新加坡工作 是 我当地一间大学 去找医学院的院长 他叫我去做 帮忙去找 是搜寻 搜寻 搜寻 谁知道找不到 他说不如你去做 所以神的计划有时候很奇怪 我完全没有 本来没有一个长远的打算 说是离开香港 是 但是我又看到 似乎在这段时间 会给到一个机会 是在医学的教育和研究上 可能在我的职业的生态里面 可能是给到我最后一个 一个阶段性的工作 其实从读书到现在 都做了几十年 我发觉我都喜欢处理和人的关系 病人好 学生好 所以有一个医学院 让我做院长 有一间大学 让我去接触到学生 年轻人 我觉得 都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可能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去 complete the circle of my career 完成了我一生的使命 我都不知道 上帝带我去那里 有什么要我做 可能是一些很辣手的事情 或者 可能有另外一些挑战 不过既然他开了这个门 我就试一下 难受而受也好 将来你去完之后再回来 你要再给我们拳头时间 再访问多一次 就讲一下你在新加坡的经历 神有什么带领 有什么领导 再生一次给我们鼓励 在你一生走主的道路当中 你觉得哪一切的圣经 对你来说是最影响你一生 对你很大的鼓励 你可不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 耶稣曾经说过 当时他就来听十字架之前 那些门徒就和他预备 这个如雨节的晚餐 他知道自己快要死 他要钉十字架 他就说了一句说话 他说一粒墨子 如果跌在地上 如果不是埋葬了 它仍然是一粒 但是如果它在泥土里埋葬了 它就会结出很多的果出来 他说人如果是很爱惜 很爱惜自己的生命 他就要丧掉生命 但是凡是为我丧掉生命 或者是放弃了自己的生命 他就会得到生命 我都觉得是的 我们很多时候 如果太紧张自己的得失 紧张自己 我没有吃虧 又没有拿到尽了所有的利益 甚至乎很多问题 你觉得我家里有问题 我事业上有问题 我的朋友又跟我不对 太多自己的问题 要去解决的时候 其实你的问题就会越来越多 但是当你摆下这些问题 去帮手去解决别人的问题 或者解决上帝要你去解决问题的时候 或者你的问题就会自己不见了 所以我都觉得 耶稣在他临上十字架之前 给我们的提醒也是非常重要 是 为主丧你的生命 是必得着生命 我们的生命 也是同主以来的生命 所以信耶稣的人 常常说用生命去向生命 当你将你的生命 拿出来影响别人的生命 主耶稣的生命也会影响你的生命 当然我们的生命 是由上帝影响我们的生命 才有他种外去影响人 祖师傅很开心 今天跟你分享 听你的见证 和分享给我们拳闹时间观众 有很大的鼓励 我们很期望在未来的日子 你继续来鼓励我们 你最后有什么时候 要跟我们拳闹时间观众分享 希望后会有期 那我们不如祝福拳闹时间观众 后会有期 好吗 好 祝福大家 后会有期 拜拜 O NOT Pause Um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我想说的其中一点是挣扎和苦难的重要性 我是萧氏家族的人 所以我这样开始跟你说 在你人生里什么都有可能 我们萧氏家族是可能思想者 而我要你知道这是真的 今天我有两点想跟你说的 第一 在你人生里真是什么都有可能的 当耶稣说信我的人凡事都能 是真的 是真的 在你人生里确实什么都有可能的 第二 梦想越大 争扎和苦痛就越大 这两样东西是首牵手的 你人生里什么都有可能 但是啊 很多时候 那些别人认为没可能的事 是要经过一段 长而艰苦的旅程 牺牲才能达成 今天我想说这个主题 首先我想告诉你 那些挣扎 完全是值得的 是值得的 就像你想健康 那往后的日子 就要每一天都要运动一下才行 要成为一个 在人生里抱可能和奇妙事情的人 表示你要经常挣扎 但是你望回来的时候就会说 我很高兴 我有挣扎过 我很高兴那些挣扎 成就今天的我 就是神的战事 愿意走更远的路 忍受苦难 真正想战场的勇士 那个是我想你做的 我想你 不单只是接受 圣经的真理和真实 就是如果你与耶稣同工 你的人生什么都有可能 但是要愿意接受 在你前面的挣扎 跟他们说的最后教导你 他对腓力说 他说 腓力 负在我里面你不信吗 我对你们所说的话 不是凭着自己说的 而是住在我里面的负 再做他的工作 你们要相信我 我在负里面 负在我里面 即使不信 又要因我所做的工作 信我 他说的工作 是指什么呢 他在说机号和歧视 他在说神迹 这是重要的 他开始说 在水上行走 他在说 使死人复活 他在说 医治病人 然后他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我所做的工作 信我的人 也要做 任何相信耶稣的人 都能够做过一些 神迹其事 而且要更加多 并且要做得比这些更大 请各人说 比这些更大 看一看 如果我把你拉到路边 跟你说 你可以做比耶稣更大的事 你的答复会是什么 不能够 对吗 但耶稣的回复是什么 可以 那是多重要 耶稣经常看着他的门徒 说 你这小信的人 好像是 他给了门徒的花名 他不断建立他们的信心 建立他们的信心 建立他们的信心 他们不再是 活在世界的国度里面 他们活在神的国度里面 在那里 他们的人生 什么都有可能 什么都有可能 我告诉你 在你人生中 什么事都有可能 你可以为任何疾病 能够得医治 你人生中 什么事都可以发生 什么事都可以转变 你可以解除你的隐蔽 幻却你的婚姻 彌保你和子女的关系 你可以将家庭再联系在一起 你可以开展你的业务 你可以做任何事 如果 你是奉耶稣的命去做 这样是其中一样 耶稣想教导他的门徒 要相信 首先相信和爱上 可能思想 爱上如果这个意念 神不是经常医治我们的 对不对 祂是掌权的 我们不是经常得到 我们想要的 但是是可能的 如果我们每一天 早上起床的时候 问自己这个问题 如果 如果 那不是会在我人生中发生 如果 那是可能 开始这样思想人生 我相信 奇妙的事会在你人生中发生 我想你知道 在你人生中 什么都有可能 耶稣已经说过 耶稣说 信他的人 凡事都能 什么事都有可能 信我的人 不单止做我所做的工作 并且要做更大的事 他们奉我的名头 什么 我必成全 但是他也说 拿起你的十字架内 跟从我 看看 任何事都有可能 但是有代价的 会有代价 而你需要愿意付出那些代价 好让那些机遇 在你人生中实现 而很多时候 那个代价是一生的奋斗 去达成的 但是我相信 那些奋斗是值得的 值得的 是值得的 是值得的 值得的 值得的 成为那个勇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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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意付出那些代价 成为那一位 改变一切的人 你可以是这个人 有些东西 是值得奋斗争取的 有些东西 是值得牺牲的 我们相信 像给我们永生的那一位 给我们付出代价 每次我们的回望 都知道是值得的 都知道是值得的 你想为主 做奇妙的事吗 你可以做任何事 你可以做任何事 在你人生里 什么事都有可能 要知道 它是附入一个价钱牌的 而每一次都值得付出那些 代价 当耶稣说到 责路的时候 就是这个意思 是在神国里的生命 是耶稣每天 过着的 这样的生命 而祂尝试令到 祂的门徒接受 在神国里的生命 一个神迹的生命 一个满有目标 喜乐 热情的生命 我已经说了目标 无论如何 你明白 生命 有生命力 感觉有生命力 而祂就说 通往那生命的门 是窄的 找到的人 也少 如果你想找到封城 精彩 令人满足的生命 擁抱那些奋斗 甚至尋求奋斗 不要做逃兵 因为任何烂了你 以及你人生中 所有可能的 都是争斗 祂会令你变得更好 当我们经历这些挣扎 基督在我们里 就得荣耀 基督的大能 昌显了 我们看到 祂没有离弃我们 祂真的能够在我们人生中 做任何事 阿门 我想你知道 神想在你人生里做大事 但是我不会误到你 保证你会得巨奖 但是我能够向你肯定 如果你愿意付出代价 你能够在人生中 做奇妙的事 无论你的年纪有多大 健康很差 或者有多病重 无论你的家庭 或者人際关系 是有多破碎 你的事工 或者业务 有多差 神 母 放弃你 你 最美好的 即是来临 但是 不要避开那条窄路 祂会通往生命与得胜 阿门 主 我们爱祢 和感谢祢 我们祈祷 主 我们感谢祢 我们感谢祢 爱我们 祢不会让我们 失去我们的热神 或者 祢给予我们的异象和梦想 祢想我们在人生里 成就奇妙的事 因此我们祈求天父 祢会给予我们动力 和行在责路的渴望 以至我们可以为神的国度做大事 主我们爱祢 奉耶稣圣命祈求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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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主祈福 祈福祢,保守祢,愿主的脸光照祢,赐恩给祢,愿主向祢仰念,赐祢平安,奉圣父,圣子,圣灵之名,阿们。 愿者要做比者更大的事。 今天,萧维帕牧师的信息是活出正面的人生,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生命里的困难和挑战。 但是萧维帕牧师鼓励我们,如果我们和主耶稣一起同工,凡事都能。 在圣经马太福音第十九章第十六节, 在人者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 达致成功和目标的路都是窄路,所以我们需要将信心建立在神里。 靠着神的力量,我们可以以积极的态度面对挣扎和苦难。 当我们克服了这些困境,我们的信心就会变得更加坚固, 就能为神做美好的事,就让我们学习活出正面的人生。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者更大的事。 在人这事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 香港权能时间二十周年纪念,2020香港特輯,平安临向江。 我们的分享嘉宾有,城市祈祷中心总监石建华牧师。 和记行集团执行主席及行政总裁李文辉博士。 波道书院校董会主席麦文本先生。 中国基督教播道会得胜堂堂主任,莫树坚牧师。 香港圣经工会义务顾问,麦金华博士。 葡萝博士。 葡萄藤教会创会牧师,施力高牧师。 饮食业风音团计总监事,林文乐牧师。 波道神学院院长,郭文慈牧师。 香港中文大学木庆瑶医学广座教授。 沈祖瑶教授。 香港圣工会抗保罗大主教。 下星期,我们的分享嘉宾是抗保罗大主教。 敬请留意收看。 香港圣工会抗保罗大主教。 香港圣工会抗保罗大主教。 在年轻时,已经有心智装备好自己, 开会应神的呼召。 奉献祂的一生,忠心侍奉神。 祂鼓励我们,要谦卑顺服在神的旨意和带领。 特别在人生的风浪里,安静思想, 凡事感恩。 我们就能够得着神的平安。 全能时间这个例子电视节目, 每个星期在无线电视明珠台播放。 逢星期六的早上10点钟, 和星期日的早上8点钟。 你也可以在网上同步收看 MyTV Super, 或者是www.hourofpower.org.hk 多谢你收看。 神爱你,下星期在无线电视明珠台再见。 请下星期再次收看 小维帕牧师要带给你盼望的讯息, 权能时间。 小维帕牧师很想听到你的分享, 请写信给我们。 直至下星期,请记住, 让你的盼望而不是伤痛, 你诉讼你的未来。 小维帕牧师以来说 techniques 写 всего一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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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贝济在一起层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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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